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点回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应我成功秒的生 这是台湾人民 应我成功秒的生 大会主席 师傅 我们特别贵宾 孙校长 检部长 检大使 我到中门今年是第16年 我规划主持总共的论坛讲座 两岸的交流 我们小如帮我整个会诊 总共有222场 今天的这个场次 该来的都来了 不该来的也都来了 这种讲者的德高望重 在各领域当中 都是有极崇高的 声望地位的两位讲者 小时候 小学住在乡下 老师说要去远足 也不过从家里头 小学附近 走到不到一公里多的 一个小山坡而已 我们小朋友兴奋得都 两三点钟就起床 在那边等天亮 为了要去远足 今天我跟黄教授 是从家里头六点钟上车 但是我是三点钟 就兴奋地起床了 所以今天非常的高兴 师傅有这个场子 安排我们这个讲座 那对中门来说 我们与会的人 听讲的人 不但是我说 十六年来 所看到的 最为 庄严的一个场子 所以 谢谢各位大家的 道理 我们今天 两位 德高望重的 学者专家 也是各领域的 知名的人士 如果我要介绍 他们的两位的 过去的 贡献 不但在 不管在学术界上 不管在政府的 重要决策的参与上 主持 甚至于说 推动负责上 恐怕是我们两个钟头 都很难以 很难以介绍完 我们 孙校长 我们在座 他呢是 我是所谓 德高望重 应该是 德高 望重 还要呢 是说呢 他是我们 在座的 最值得尊敬的 长者之一 他 有很多的 职位 都有很大的贡献 让我回 印象最深刻的 那应该是在 三十五年前 我跟他在 正大的公器中心 他有一个课 有个演讲 我也有一个课 有个演讲 我们在休息室上 他特别跟我提到 一句话 他说他自力推动 富而好理的社会 这个话 从孔子的 儒家的思想里头 可以去推演 那他不但是 他是一个经济学者 是一个 对国家经济建设 对学术贡献 非常大 但是他呢 倡导的 这么一个理念 而且是 一直到现在 各位今天 如果手上有 孔子新传的 孙校长的 这个大作的人 他高龄 又能够在 这种严谨的情况底下 能够写出这么 可以说是 巨大的著作 我想等一下 他又跟我们讲的 中文是讲 辱世道 以百家思想的融合 所以如 我们台大的 黄启湾和黄院长 今天也特别 从台北陪他们两位 一起来 所以我想这个 等一下呢 各位 不但是资料 可以听得很多 另外 检部长 检部长 是一个 年轻的时候 得过很多大奖 包括 中华民国 十大杰出青年 选立法委员 在台北市区 大台北区 是最高票当选 那时候是非常年轻 环保署 第一个 首创的这个署长 对整个大自然的 对整个社会的贡献 对新观念的推出 在很多地方 交通部 外交部 我数不出来 那么多 他都负责过 我们今天非常 高兴地能够请到 他们两位 来到会里头来 跟我们做 讲座 演讲 我们请师傅 以我们 宗主的身份 来欢迎他们两位 也跟大家 开示 谢谢 我们请师傅 这次台湾一边 英国成功妙一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世同修 阿彌陀佛 很高興 剛才兩人早上三點就起床 我三點還沒睡 我在很高興的 但是到了快五點的時候 我睡著了 因為地震要來了 所以我就睡著了 結果五點十號分 就是連風橫 就是在讚嘆 上天在讚嘆我們今天 這個博雅論壇 有兩位大專家學者 來到顯博士 來為我們開示 所以我非常地高興 至於我們的法文 是宗教和學識相融為一如 百家思想融為一如 我們既然修道 學道 行道 我們一定要了解 天上人間 受惠的種種現象 所以今天我們請到了 孫校長和檢部長 來為我們開示 我們很感謝楊院長 在當初他參加了我們這個 疫情大學的學士宗教行列 所以我跟楊院長說 請你幫我公請社會上 國家再也遺嫌 再也遺嫌 把所有的智慧留下來以後 要回去再回去 楊院長和黃教授 一口氣答應了 所以在這麼多年來 222場的各階層的論壇 我們所學到的非常地多 廣義的學識 知識 我們都要學 所以我們請各位維新顯示同學們 每次有這個好機會 我們不要放棄這個機會 百千萬節難遭遇 今天我們都已經遇到了 我們非常的榮幸 我們請大家鼓掌 鼓掌 對兩位 謝謝 謝謝師傅的開示 我們揭曉 我們接續就請孫校長 來跟我們做專題的這個演講 那孫校長也很用心的 跟我們提供了一份綱要 他的題目是儒家倫理 及其社會資源體系 我要請孫校長 請 師傅 楊校長 檢部長 台下的兩位黃教授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先允許我站著講幾句話 其實我不會做了演講 但是因為電腦自小 我老眼昏花看不清楚 等一下我就要坐下了 首先感謝師傅親自來開示 感謝楊校長的介紹 黃啟芳 我的老朋友黃啟芳教授 特別是陪我一路過來 我都非常的感謝 楊校長剛才講 他三點鐘就興奮地醒了 我不是興奮地醒了 我是緊張地醒了 我今天五點半就緊張地醒了 楊校長介紹我非常地不敢當 我沒有德高望重 我就是三高 三高加一高就是年高 因為師傅的邀請 我就忘記我的年齡了 所以我就大膽地過來了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講 儒家的倫理跟它的社會支援體系 各位一定都很熟悉 講儒家倫理的是很多 但講支援體系的很少講 兩千多年來就很少講 我講這個支援體系 其實講儒家的理 等下我會詳細講 理它比較複雜 但是過去我們只講它形式上的那一部分 對於它的社會支援體系 我叫它叫做社會誘因制度 這一部分 其實四書五經都不講 我覺得這個經典裡面可能遗漏了很多的東西 是古人知道我們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各位 我看唐朝的杜佑的通點 它第一個就是識貨 講經濟 這就是社會誘因制度的一部分 第二個它講直官 就是這個行政體系的組織 這是制度的一部分 第三個它講選舉 就是官員怎麼樣的挑選的 所以我覺得在古人的思想裡面是有的 但是這一部分沒有詳細的留下來 我昨天特別看楊校長跟黃春志教授的大作 他有一張講的思想或者理念跟制度跟執行 你不建立制度 你理念建築實踐那是非常困難的 我今天就要講制度這一部分 也是我覺得過去我們沒有講很多 我希望我們加以補充的部分 各位都知道我們中華傳統文化 重視的是倫理跟做人的責任 我們沒有講個人的利益跟權利 但是現代西方的文化呢 它重視的是利益 個人的利益 個人的經濟利益跟個人的政治利益 所以在現代西方的文化這兩大主流 資本主義經濟跟民主政治 在過去的兩百年來可以說席捲全世界 現在全世界真是到現在席捲全世界 為人類創造財富 保護人的這個權利跟自由 我覺得的確是有很多的貢獻 但是它的一些流逼也慢慢地累積起來 到了這個非常嚴重 都是覺得到底這兩個制度 還能不能照樣地走下去 特別是經濟方面 經濟方面因為西方重視對這個 自己利益的追求 我們經濟學的比如亞當史密斯 認為你追求自己利益 可以促進社會全體的利益 他不過有些條件呢 比較大家不是很清楚 但是看起來那些條件 都不是很健全的 所以追求個人的利益 而缺少這個制度 或者道德上的節制 造成今天就難以挽回的災害 這是我們解部長 這些年來都在講 永續發展的這個問題 追求自利 造成對於社會對別人的傷害 所在財富分配不均 階級對立仇恨 更重要的 我們經濟學講的 經濟的外部的不經濟 就是很多經濟活動 它不是落在市場之內 它是它的成本落在市場之外 是完全沒有節制的 所以造成地球的污染 我記得檢部長很多年前就在強調了 環境的污染 地球的暖化 氣候的異常 有一陣子 我覺得人類能不能過去二十一世紀 我就是有點憂慮了 經濟方面 覺得資本主義真的是走不下去 民主政治我們都覺得很好 但是民主政治 這個民選的政府 全世界都一樣 他只要解決 他只要解決 短期的表面的問題 他不去解決 長期的基本問題 把所有的複雜問題 留給下一任 集中難返呢 就覺得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 全世界民主政府 他的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他如果政府收稅 老百姓都反對他 他就選不上 他不要收稅 他就是借錢 發銷票 現在2020年 全世界的負債 包括政府負債 跟私人機關的負債 已經到達226 Tillion 226兆 在2020年 全世界的生產的總值 GDP的256% 不知道 我難以想像 作為一個經濟學者 難以想像 怎麼樣還這個錢 各國政府 特別是美國 他對之虧手 他發行鈔票 因為他的鈔票 就是一張沒有用的紙 但他全世界購買 發出那麼多錢來 在全球化之下 過去幾年 物價都不漲 物價不漲 貨幣數量大量增加 這錢到哪裡去呢 利率就降到零 錢就去買資產 買房地產 更重要是買股票 债券 所以各位看 這個21世紀 世界經濟裡面 它資產的市場在膨脹 是虛擬 這是虛擬的 為什麼講虛擬的 因為它不創造財富 它就是資產在那 價錢一直漲 資產還是那麼多 價錢漲了幾倍了 但是那個實體的經濟 創造貨物跟勞務的那部分 就是相對的萎縮 那你如果去從事這個私物 或者貨物或者財務的生產 服務的 服務勞務的生產 那你的薪資就很低 薪資都不漲 但是你去炒股票啊 就是不勞而獲 那個辛苦工作的人賺不到錢 那個有錢的人就是很容易 到全世界這個財富 集中在非常少數的手上 這個也不知道這個將來怎麼樣怎麼樣的解決 那所以全世界都在尋找一個新的方向 到底怎麼樣的維持這個世界的可持續的發展 或者永續的發展呢 二十一世紀 主要工作就是尋找的 我都收的這個副標 就是尋找世界發展的新模式 我就忽然覺得 我就忽然覺得 我過去十幾年都在念儒家的經典 覺得忽然說你要找的那個東西 2500年前已經在那裡 所以就讓我想到 《星期記》的一首詞 後面的一部分 最後面的一片 大家都知道 他重力尋他千百度 到處去找啊 木人回首 那人卻在燈火 藍山處 老早在那裡了 就是我們楊校長跟黃教授書裡面講的 你要古智 金硬啊 古代的智慧都在那裡了 全世界的問題 我們師父講那個百家學說 那解決世界問題的思想 可能就在古人的智慧當中 可能需要一點科技的技術加進去 我覺得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我今天要講的 各位就原來容許我坐下 其實我坐下 我就怕等一下講不下來 講不下來我再站起來 謝謝大家 那我準備的材料 雖然只有22張投影片 但它內容比較多 我可以講兩個小時 很多地方都是各位知道的 我就跳過去了 我眼睛不能看到各位 就請你原諒我 首先講一講 什麼叫做倫理 下一個定義 真的是不是很容易 特別那個黃教授 楊校長都是這方面的專家 倫理就是人跟人之間 應該維持的那個私當的關係 什麼叫做私當就很難講了 而且這個私當的關係 它跟著社會的改變是在變的 我把等一下要講的講解 那個禮來指導人的行為 所以那個禮 歷史上那個禮 常常跟不上社會的變化 禮就變成一個限制人發展的 一個重要的枷鎖了 等一下我會講這一點 或者引申出來就是 人與人相處 應該有的一些原則 這就叫做倫理 那符合倫理的行為就是道德 或者倫理的實踐就是道德 道德表現在我們的行為之上就是品德 一個具有品德之人 儒家就叫他叫做君子 儒家對君子有很多的期待 期待他最後像一個聖人 能夠對社會有很大的貢獻 所以這個君子也是孔子理想人格的一個典型 倫理 像空氣 陽光 水一樣 我們不覺得它的存在 但是有了倫理 我們人一人 我們才能夠對別人的行為 我們才能夠預測 我們知道它會怎麼樣 所以人和人之間才能產生互信 產生互信才能形成社會 形成社會才能分工合作 經營共同的生活來創造財富跟文化 所以倫理讓我們人 從一個生物人變成一個社會人 作為一個生物人 我們跟一般的動物植物都一樣 就是我們個體生命的存在 跟族群 群體生命的延續 生物人就是這個樣子 我要活下去 我的這一族要傳下去 但是作為社會人呢 我們要關懷的就不是我自己 我這個族群 而且是別的人 就孔子講的人 就是我們個人 愛心的一個推廣 你不是光愛心擴充就好了 你要加以實踐 你要說我很有愛心 你有愛心沒有應啊 你要表達表現出來產生效果 那才是孔子講的人的 現在就講講儒家的論語 其實你去念論語啊 2018年我寫了一本 《半部論語之天相》 因為寫了那本書以後 我覺得跟孔子很熟了 所以一定要寫一本孔子傳 但是過去孔子傳太多了 所以我只好叫做孔子新傳 《論語之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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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就和谐安定 这就是孔子的理想 怎么样达到这个理想呢 他需要一个制度 来让目的能够达到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 孔子35岁的时候 他从鲁国到齐国 他建的当时齐国的国际 是齐景公 齐景公向孔子请教我 为政治道 怎么样治理我的国家 孔子讲 君君臣臣妇妇子子 我们今天听起来 这是好像这么普通的话 齐景公他居然讲 他是善哉 他说你讲得太好了 他如果是姓儒 假定真的说君不像君 臣不像臣妇不像妇 子不像子 虽然有粮食 我能够吃得到吗 孔子很少用一般话 而孔子很少产生 这个generalization 把这具体的东西 变成一个抽象的一般的原则 很少讲到 那么他的均均臣臣妇妇自责 其实就是讲 每个人扮演好你的社会角色 那这就是 每个人扮演好你的社会角色 就是孔子的正名主义 孔子在论椅里面 只有一次提到正名主义 是他63岁的时候 他从陈国回到魏国 他准备建当时的魏楚公 那子路问他说 这个卢君呢 要懂得向你请教 然后决定他的治国的大政方针 所以你要讲什么呢 孔子讲啊 他说毕业正名主义 如果一定有个事情要先做的话 这一定是正名 那个子路的反应跟我一样 说有什么正名啊 明有什么好正的 我是觉得 但子路都怀疑了 所以我们这后人 当然更怀疑了 孔子就是责备子路了 他说你太粗言了 君子一气所不知 该却如也 这句话是我们一直讲了两千年 君子对你不知道的事情 你就节目 你不要乱开口 你就乱讲了 下面这个解释 其实是很大的跳动 不是字面上那么样的简单 我相信很多重要东西 在这个记录当中 都是省略 都是漏掉的 名不正者言不顺 你那个角色没有扮演好 你讲话就不合道理 你讲话不合道理 你做事情就不成功 我们觉得是有点跳跃 看不出来这个逻辑 英国那么样的接近 是不成的 礼乐不行 因为在周代的时候 是用礼乐之国 礼呢 是截止我们的行为 让我们的行为 规规矩矩 合乎伦理 乐呢 是调节我们的心情 让我们心境平和 那你这个 礼乐不产生作用了 你事情就做不成功 你事情做不对 就刑法不重 那国家的法律 就不是非常的准确 刑法不重的民 无所措 收阻 然后你的法律 散发不明 然后你社会秩序混乱 人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我以前写过一个小文章 说你在一个不义的社会 或者不义的政府之下 它实证都是错乱的 它是非不分 道德不明 对这个规规矩矩 做老百姓的人 是公平的吗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 健全的制度 个人循规蹈矩 才能达到这个社会的目的 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目的 在一个健全的诱因制度之下 就会达成社会的目的 所以建立这个制度 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当你这个制度混乱的时候 个人的行为就错乱 就天下大乱 所以重建这个制度 孔子讲科技副理 重建这个理智 然后每个人 克制我们自己 遵守这个理的指导 儒家伦理的特殊性 跟这个普遍性 particularism 我讲的都是杨校长 跟黄春志教授的专业 我讲外行的话 你们两个就不要讲话 伦理就是 人的一个复杂话 就是我们一个立他 孔子是不讲立他的 孟子讲立他 孔子没有讲说立己之心 立他之心 没有 孟子是有的 那人就 孟子讲的 车隐之心 人之端也 就是你推机机人 你自己爱的东西 你怕的东西 你也希望 推到别人身上 但是在孟子讲 这就是人之端言 你要扩而冲之才可以保死海 就是很奇妙的 西方的 我们经济学的 比如亚当·斯密斯 他在写经济学之前 他是个伦理学家 他写一本道德情操论 各位也都知道 亚当·斯密斯理论 他叫做同情心 同情心 他认为我们对别人的爱 是我们立即是切身的感受 立他是我们切身感受的一个投射 所以我们爱别人 不如爱我们自己多 所以你要文化社会 要发扬我们的立他之心 在这个普遍的爱心 这个人 这个普遍的爱心 是儒家伦理的 universalism 是他的普遍性 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但是 在这个各种人际关系里 我们中国人强调 他有亲情 学院的关系 有恩情 有爱情 有友情 像个人朋友相处之间 日久产生的这种情谊 这种各种关系 交错在一起 就产生儒家伦理的 他这个特殊性 这是跟西方不一样 好像是 我们对于我们接近的 我们家人 亲戚朋友 我们是一个高的标准来对待 一般人呢 没有那么多的爱心 那部分是我们家去发扬的 特别到了朱熹 把它推广到宇宙万物 所以我下面引一句 是这个《论语》里面的学尔里面 第一篇里面讲 孔子讲说 弟子入着孝 持着地 谨而信 犯而重而亲人 兴有余力 则以学问 这里面包含两个重要的意义 一个是在孔子的思想里面 的思想 儒家思想体系里面 伦理是优先于知识的 你先做好了人 然后再去追求知识 才艺之学 所以他说 行有余力 这一学文 文是一个广泛的知识之学 才艺之学 但是伦理 人与人间的不同的关系 它的伦理也不一样的 年轻人在家里面孝顺父母 儒家最重要的 第二个你出门 要尊敬你长相 你的年长的 或者你的长官 这是特别的 跟一般人的对待是不一样的 谨而信 就是你的行为要谨慎 你讲话要算数 这个对所有的人都要一样的 这是儒家思想的universalism 它的普遍性 它的一边性 犯爱众而亲人 你要广泛地爱所有的人 我刚才讲到 到了宋如 周期就提供到宇宙万物了 就接近现在这个 对环境 对生态 所有的生物的这种爱护 虽然是犯爱众 爱所有的人 关心所有的人 但是而亲人 那你要特别亲近 那个品德高尚的人 这样对年轻人的发展才有利了 那后面就是那个游子 游若来这个发展 孝敌者是人之本 最重要就是孝敌 你在家庭里面 你在你的亲近的人里面 你能亲手论理 要不然我怎么相信 你对路人也可以有爱心呢 所以伦理有限于才艺 所以爱是有差等的 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啊 你爱你的儿子 特别你爱你的孙子 比爱别人的孙子要好一点 还要多一点 全世界的伦理都是有差别的 我这里引孟子讲一话 所以杨师为我是无君也 杨猪他就爱自己 帮爱他身边的这些人 他没有国家的观念 他没有社会的观念 那末世 大家都一样 他没有家庭观念 所以孟子看起来好像是骂人的 但是我想一想 觉得他讲得对啊 无父无君是秦秀耶 所以你不仅仅要照顾你的家人 你要照顾天下所有的人 但是你先照顾好你身边的人吧 但是孔子期许 你能照顾天下的人 君子的这个使命 儒家核心的人 其实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就是这个爱心的推广 我就跳过去了 孔子讲人 每一个弟子问的人是什么意思 他从来没有重复过 他都有不同的解释 所以人从 范慈问人 孔子讲 你就爱人 你就爱人就叫做人 所以人远慢 没有 你心里想要人 你就是人了 但是真正达到孔子 所希望那个人 就是你的爱心 加以实践 让所有的人都得到帮助 那个人就是接近圣贤的 只有姚顺 还有做不到的地方 所以完全的行人 完全的充分的实现 他需要主观的条件 一个客观的条件 我很喜欢这个 纸章的这一章 纸章问 什么是人 孔子讲 能行武者 于天下为人 你要做到五件事 普遍做到五件事 才能做到人 哪五件事呢 公宽心敏慧 你看 你需要各种品德 德行 你才能达到人的目标 公 他说 公则不武 我们对别人有礼貌 人家就不会对我们不客气 所以你先要客气 人家 好像 你客气 人家就不好意思 不客气 工作宽着得重 你对人要宽大 你宽大 人家就愿意跟你在一起 就可以追随你 信责人 任也 你做人 做事要有信任 你做事有信任 人家才愿意 把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去做 民则有功 民就是勤快 你做这事情勤快 你才能够建立事工 会的主义 主义识人 你给人家好处 人家才会 听你的使唤 工资也是非常实际 对不对 公判信任会 我们能够做到公判信任会 那绝对是做人做事 是成功的 这五样 你有这五个重要的品德 你才能做到人的这一部分 那在孔子的时代呢 你要实现你的人证 你必须取得政权 所以你自己是国君 或者你能够说服这个国君 孔子就没有 自己就没有说服他的国君 路上我跟黄岐方教授们在讲 孔子就不肯接受 他的弟子的子宫讲 他说老师你打个折扣嘛 我就觉得我就自己 就是看到就不一样 孔子他就不肯打个折扣 我先讲个拍马屁的话 讲几句好话 取得国君的信任 然后我的政策就来了 很多政治领袖的管仲就是这个样子 但孔子不肯 所以起道不行 他做人的原则 跟他施政的原则是一致的 他不肯打一个折扣 他人格上 他不肯把他的人格打一个折扣 来让他政策自行 我就觉得这就是孔子 没有做到的 我没有他那个地位 我们可以讲 应该是子宫有打个折扣也可以嘛 那孔子就不肯就 就责备这个子宫 但是我觉得孔子其实对他的弟子的要求 那个标准比较高 他对一般人的要求 他就打个折扣 后面他对管仲 所以子宫跟子路都怀疑 管仲这个人的品格有问题 他能算作人吗 孔子说他就是人 为什么 因为管仲的政策 避免当时的春秋时代的各种战争 让很多人 他一方面他尊王洋溢 一方面排斥地族的侵略 另外一方面他维护天下之安定 没有去打仗 所以他觉得他真是做到人的 但是他自己管仲 管仲之气小在 管仲他的气度小 管仲气度小吗 也不小啊 但是他心霸道 他没有到王道 所以孔子对他用更高的气绪 管仲不知理 很多故事都各位熟悉的 我就不去讲了 孔子对中国的资产 他的评价也很高 但他对他的学生 真的是期待 是不同的期待 是两个不同的标准